台湾东海岸位于大陆棚边缘 极具深层海水支援开发之地理优势 民国101年经济部于台东线泰玛里商 完成经济部东部深层海水创新研发中心的设置 其基地面积共计1.7公顷 约5200平 目前由十字中心进行相关技术研发 分水设备为国内自主开发之多段式矿物质分离 与调控相关设备 将深层海水支撑海盐 以及矿物质浓缩液等相关产品 利用深层海水冷能特性 能有效掌握培育状况 提升养花培育效率 而深层海水浮海营养盐及微量元素的特性 也受到养殖业界的重视 目前已将其应用于海马 小丑鱼、白虾、龙蛋石斑等高附加价值水槍养殖的技术开发 利用汽油让固体颗粒呈现均匀的浮动状态 同时借由骨风机出口排出水汽 形成干燥颗粒 可应用于多项食品 为解决厂商小批量客制化生产 以及特殊规格产品适量产的需求 本中心特别振制生产海水 特殊化机能瓶装水生产平台 透过矿质能缩液原料以及生产海水的调碳 可进行多元规格产品之适量程 于研发中心本栋则利用台东当地厂制造之优势 规划同价式太阳能光电系统 有效节能点碳 发展国内洁净利色能源 本中心结合业界设置海洋福利空间 借由漂浮 放松舒缓肌肉的疲劳 改善人们的睡眠品质 并借由磕水两侧仪器 建立深层海水对人体影响之海洋参数 提升深层海水支援营容效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